与神同在 住在主里面 随从圣灵就是走生命的道路 满足神的要求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祂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更显得完全 信心经过试炼更加刚强 没有什么难处是祷告不能克服的 神不会叫我们遇见试炼 过于人所人受的 祂是信实的 主要给我们看一条出 我们若遵守祂的命令 行祂所喜乐的事 所求的就从祂得掌 昼夜思想神的话 能使你思想洁净 生命恩兴 行为成圣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求主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重新有圣旨的灵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要让基督在心里做主就活出圣洁的生命 你必须成为圣洁才能在光明中和一切产生的忍同的基业 过得胜的生活是可能的 因为和主同在的时候就有能力排除一切罪恶的势力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也就是圣灵将神的爱交关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 诗词赞美神就命令心中有松松白 满有荣光的大神了 仆祝的祷告和凡事写恩 是维持属灵生命和有能力为主做眷政的秘诀和途径 神有无限的能力和收尽的丰富 用信心都可以支持和承受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神怎样说 事情必怎样成就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因为所信的神 没有任何难成的事 信心是相信所没有看见的 信心的赏赐是看见所相信的 Amen